一辆在银河中行驶的列车上 两位少年正在聊天 黄发的这位似乎是有些崩溃 他说自己的人生毁了 而眼前玩世不恭的红发少年 就是罪魁祸首 是吗 但实际动手的人是你自己哦 怎么样 其实你现在心里也很兴奋吧 那家伙让你白受这么多罪 这下可算是有机会报仇了 对你来说 应该也不算亏本的买卖呀 反正本来也没法翻身 不如就甚至机会 把想干的事干他个遍 面对如此大言不惭之人 他怒了 虽说是打了一架 但两人却是身子于公的关系 于是决定好好相处 这位黄毛小哥 就是今天的主角乔班尼 就读于卡列伦尼亚银河学院本部 他之所以坐车逃跑 是因为他被通缉了 他所犯下的罪责是 引发了莫里安星球的爆炸 一个少年引爆了一颗星球 这个故事的开端 确实是充满悬念 时间线回到了乔班尼被通缉之前 现在他正在操作他的笔记本电脑 在这其中 我们可以搜集到一些关键的信息 第一 他的母亲身患重病 目前正在住院 而他穷困潦倒 急需赚钱 让母亲得以继续治疗 第二 在这个世界中 有一个人类评分的概念 是一套针对个人的评分体系 个人的行为会造成评分的高低 越是听话的人类评分就越高 而评分越高 则越是合格的人类 第三 这个世界的主宰 是一个名为阿卡列伦的人工智能 掌控着人们生活的逢方面面 人类评分的体系 也是他建立起来的 简单来讲 评分越低的人 越是人间是格 在这个世界中 受到的限制也就越大 第四 在列车上 跟乔班尼在一起的红发小哥 康帕涅拉 是人类中评分破记录的存在 深得卡列伦的重视 也就是所谓的天才 第五 乔班尼曾经住的地方 发生过燃气大爆炸 几乎所有的人都死了 只有一人重伤一人轻伤 而事故的原因至今不得而知 第六 乔班尼的父亲 也就是这位 曾经借助黑客手段 入侵过卡列伦的核心 乔班尼的评分如此直低 显然是受到了父亲的影响 毕竟他可是罪犯的儿子 通过浏览校内SNS 可以发现康帕涅拉的人气 那真是高得不行 有专门的粉丝频道 里面有各种他的帅招 甚至还有专门的直播页面 大家在底下的评论 也是各种激动 而乔班尼呢 因为评分过低 成为了全班 甚至是全校的笑话 还有人在网上恶意批图 不过这张图 批得还挺棒的 有或者是被人欺负 姿势呢 有些糟糕 这位带头的 就是乔班尼的摄友 扎内利 另外通过这台电脑 乔班尼还可以登陆暗网 在暗网上 他就不再是那个软弱的少年了 而是一个黑客大神 因为这台笔记本电脑 是身为黑客大佬的父亲 留给他的 这是全银河 唯一一台不受卡列伦影响的设备 上面的黑客软件非常强大 通过接黑客单子 乔班尼就可以赚到一些生活费 这也是游戏的核心玩法之一 就比如这一次 他接到了一个 要查找外语证据的单子 于是黑客开始 黑客的过程还挺酷炫的 通过黑道监控的照片 我们可以直接锁定证据 然后完成单子收到佣金 再搞定了母亲的医疗费后 我们就该去上课了 在此之前 通过调查宿舍环境 可以了解设有扎内利的背景故事 原来他跟乔班尼是发小 两人的评分也差不多 但就在爆炸之前 他却神秘失踪了 等到再见面时 扎内利的评分高得吓人 态度也完全转变 曾经的好友 变成了欺负自己的领头人 这种转变很是怪异 想必是隐藏着什么真相 而从踏出宿舍门的这一刻起 乔班尼受到的针对就开始了 他出门的去向 严格地受到了AI的审批 并且只能按照规定路线走 所以乱走的话会被扣分 教室的门也被同学锁住 虽然通过黑客手段打开了门 但他依然因为迟到 再次被扣分 同学们的恶意展现得淋漓尽致 特别是这位扎内利 今天的这节课是有关历史的课程 其中老师透露出了一个信息 很值得令人深思 乔班尼六年前居住的沙托斯星 因为燃气爆炸的原因 把低分段的人类全部消灭了 现在那个地方 居然成为了平均人类评分 最高的一颗星球 这番操作就很值得回味了 而这个话题 也是勾起了乔班尼的痛苦回忆 可惜啊 黑剩下你们两个 没一块儿清理干净 是啊 所以我才必须活下去 也算是替我妈妈活他的那一份 扎内利的恶意十分明显 但乔班尼却非常淡定 他要活下去的决心 异常的坚定 上完课后 我们需要去食堂吃饭 但针对主角的恶意 依然在继续 比如这里的用餐区域 被分成了369等 乔班尼这个负2000多分的人 并不能随意裸作 而唯一不需要平均的座位 此时却坐满了人 在距离食堂关闭 还有20分钟时 座位终于是空了出来 上面留着一份剩饭 而现在点餐的话 已经是来不及了 为了填饱肚子 乔班尼决定 把这份剩饭给吃了 哟 这不是大难不死的幸存者吗 你手里那盘 是我的饭诶 别捧着不放好吗 还给我 喂 你是聋了吗 小偷 分数没几分 连耳朵都没找吗 果然 这是扎内利设小的圈套 为的就是继续欺负 乔乔班尼 多浪费呀 都掉在椅子上了 我吃好了 多谢款待 原来做这种事 就能赚到很多分数啊 学到了学到了 其实我今天午饭也没怎么吃 反正都这样了 要不你再给我来一番 乔班尼的性格不可谓不坚韧 他就是用这种方式 对自己受到的不公 进行抗争 吃完饭 乔班尼又收到了医院的信息 卡列伦决定 对评分对于零的人类 不再享受医疗保险 因此 他需要补上97万的差额 才能让母亲继续治疗 这个针对 已经是做得非常明显了 正当乔班尼 为钱发愁的时候 暗网上也有了新的消息 有人下单一千万 请他入侵卡列伦的主电脑 这个timing卡得真是太好了 所以 即使是存在巨大的风险 乔班尼为了母亲 也是不得不停而走险 黑客大佬父亲 留下的程序实在是太强了 在经过一番简单的操作之后 系统居然就来到了卡列伦的主脑之前 乔班尼缓缓地打开了眼前的舱门 里面的卡列伦很像是一只恶魔 等乔班尼回到房间 他赫然发现 自己的人类评分变成了-100万 简直是突破天机 想必是黑客的行为 东窗事发了 卡列伦给全体师生发来信息 要给-1万点以下的学生 提供特殊的共生教育 帮助他们重返社会 那不用说 这位学生就是乔班尼了 校内所有的设备 全都对他展开了猎杀 一旦被这些机器人逮到 就会直接被吸收 成为一代生活垃圾 所以我们要赶紧跑路 诺杀还可以通过黑客手段 制造一些陷阱 搞定追上来的机器人 一路逃亡 各种各样的陷阱 也是越来越多 面对着眼前残酷的现实 受伤的乔班尼 终于是顿悟了 所有的欺凌 包括那次燃气事故 都是卡列伦一手策划的 他的目的 就是解决掉那些 不需要的人类 还没等乔班尼生完气 他就被机器人给包围了起来 扎内利正好路过 发现了受伤的乔班尼 为了让乔班尼同学 更好地适应社会 我们正在让他 接受特殊的共生教育 共生教育 这 这样啊 乔班尼 恭喜你啊 你总算是能脱离底层了 你不是马上要接受公生教育 让卡列伦给你提升人类平分了吗 不会有问题的 毕竟卡列伦说了要帮你 这样一来 咱俩终于能好好做朋友了 没错 就是这样 咱俩终于能量 咱俩终于能量 这些人造的破烂 真是一点规矩都不懂啊 别忤逆你们的造物主 红发天才 康帕涅拉及时出现 用他那神秘的小手枪 搞定了眼前的人造设备 你别说 这英雄救美的一幕 那还真是挺帅的 不过机器人并没有那么容易被打败 所以两人的逃亡之旅 正式开始 游戏到这里呢 也是突然的告一段落 没办法 这只是一个试玩版 目前我们无法了解更多的剧情 这款游戏 名为少年的终结 开发商和主播女孩重度依赖 是同一家 所以在画风和音乐上 都可以说是可圈可点 如果你看过 银河铁道之夜这部小说 就会发现 这款游戏是大量的致敬了这部小说 而且剧情设定非常有趣 我们就来做一些猜想 在房间的书架上 可以发现机器人三定律 其中不伤害人类这一条 是重中之重的一个设定 红发小哥说过 不伤害人类是他的信条 这很符合三定律 而他深圳的红色宝石 跟卡列伦的主脑很像 他的评分高的包表 还自称是这些人造物的造物主 所以很可能 他就是卡列伦的创造者 利用了某种手段 复活或者是存活到了现在 毕竟他脖子上的这个伤痕 着实是令人在意 而卡列伦那边 他策划了燃气爆炸 涂掉了所有低分人类 并且还对乔班尼展开猎杀 这显然是不符合三定律的 通过黑客入侵的手段 我们也已经知道 他很可能是被恶魔所影响了 再说扎内利这边 他的眼神一直很不对劲 眼白的部分变成了黑色 甚至还可以接受某种信息 那么他肯定是被改造过了 他在听到卡列伦 要对乔班尼进行共生教育后 异常的兴奋 还说这是提升评分的手段 那么想必这种教育 他也曾经经历过 这就是改造他的方式 让他从一个评分与乔班尼相当的平民 一跃成为了高评分的高等人类 由此可见 卡列伦的目的就是控制全人类 那些低评分的人类 很可能是代表着他们的反抗性 越是有反骨的人类 评分就越低 也因此急需被改造 结合demo的开头来看 主角二人炸掉星球 踏上银河列车 应该就是为了反抗恶魔卡列伦了 而两人的最终目标 就是车票上的男时自行 想必也就是卡列伦的所在地了 对于后续的故事呢 大家可以点点订阅 来个赞 等这事版出了 我们再来一探究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